上級的明星夫妻舞蹈大賽中 黃鐙輝為了獲勝 什麼手段的用了燒 沈玉琳還差點重景了 緊接著三竹舞蹈要登場了 為什麼那種過年的感覺 為什麼沒有 玉琳哥 這個蹲踢踢最有難度 這應該吧 試試看 沒有 沒有 不行 究竟明星夫妻會有什麼樣 驚人合體舞蹟 或是弄巧成拙呢 馬上來看看了 所以琪琪你在生活中 有什麼事情會被他罵說 你怎麼那麼笨 他有一次被我罵 打電動玩具 打電玩幹嘛要罵人 三國無雙只有雙人嗎 對 然後有一個人死掉就要重來 他就一直死… 不是 我已經很認真看那個地圖 然後他就一直叫我看那個點 我就看他看 就一直亂罵 可是我很 我是在意說我已經很認真 在陪你玩這個遊戲了 然後你還一直在罵我 我說從此不陪他玩遊戲 不要跟他玩… 討厭 跟他的地圓還比較好 所以妳就哭著跑走嗎 他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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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嚇到他 我真的 我完全沒有就是真的想罵他的意思 只是我覺得 他怎麼會這麼笨 然後就隨口講了 然後他就開始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就邊哭邊打 我就嚇到我就 我就叫他不要玩 你哭了之後 他就立刻不再罵你嗎 對 就快點把那關狗一狗我就不要玩了 所以黃鐙惠到底優點是什麼 不是 我不是想罵他你知道嗎 我只是就是 我覺得 我懂啊 玩電玩的時候被拖累 覺得很討厭 對 你懂 因為到最後那一關就是很麻煩 要從頭來一次 不是 姐姐 你跟我講一個他致命的優點 讓你這樣子對他 致命的優點 他就是有真心和真情吧 對 更感受到 感受到 但是你不曉得夫妻靠真心跟真情 是不能持久的 不會啊 所以你都用虛情跟假意跟假情 所以你都去抹鐵嗎 因為我想知道 沈玉琳這種禽獸 你都不可能這樣罵你老婆吧 不是 因為他們 因為 我要講什麼 我要講什麼 沈玉琳這種禽獸 應該只有這一句而已 你怎麼不能忍受人罵我髒話 他不可能這樣對你吧 他罵我髒話我就會 罵回去 他會離家出走 真的 因為男生有時候 會有一些壞習慣的語助詞 我的語助詞算短的 只會有一個字 不像他可能會五個字 七個字這種 我一次也是不小心就講出來了 結果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 就是他三天就不回來了 好猛喔 因為他覺得男生罵這種話 特別是對女生他覺得就是 而且會變習慣 對 你如果一次不制止他的話 他以後就會變成習慣 對啊 你現在很驕傲嗎 我很驕傲 所以雅雅教育你教育得好 對啊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確實那樣子是不好的 剛剛還跟我講說 為什麼 你現在死啊 我浪費 沈玉琳 你罵你的老婆最狠的材質是什麼 你為什麼長得這麼漂亮 你當別的女人怎麼 白癡啊 你都聽不下去了 好噁心 怎麼會有他這種人 這樣太太不是樂翻了嗎 對啊 不會啦 其實我不會罵她 我把她當 我一直講到說一直把她 那個當小孩 當女兒 當寵物這樣子 寵物 然後你不會跟她生氣啊 像你養一隻貴賓狗 你會為了牠亂叫大小便 所以牠離家出走的時候 你有嚇到嗎 我嚇到 我真的差一點要去報警 因為牠的離家出走的方式 是讓你找不到人的 跟金友莊一樣 就是一直打電話 就是你打電話給牠 牠是不會接的 牠不像有的女生 有的女生會裝一下 牠還是會讓你知道你在哪裡 那這樣會比較安心 牠是不會讓你知道你在哪裡 這樣你會擔心牠安全啊 對啊 所以我就很慌啊 但是牠等到第三天才想去報警 因為前面三天很快樂啊 沒人在家 對不對 你出去哇 好棒喔 到第三天 你怎麼還沒回來啊 你離家出走的時候 為什麼不通知牠一聲說 騎媽妳是安全的 這樣牠才會怕啊 所以你有離家出走很多次是不是 沒有啦 女生也不能常讓牠離家出走 牠會覺得 如果牠一次 兩次 三次的時候 第三次你就不要再找牠了 你就寧可 我一下心來 為什麼呢 就跟罵髒話一樣 牠也會變成習慣 牠以後動不動 稍微一不爽 結果我離家出走 牠要不然就自己回來了 來報復的 可是就是 我是建議離家出走 起碼要通知一聲吧 不然好擔心 對 真的會 家人會擔心 而且萬一你出什麼事 牠也不知道去哪裡找你 像Alex這種高興三天 是很罕見的吧 不要講出來 是… 走啊 什麼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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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 就打電話給朋友嗎 林詠勢不會有離家出走過 離家出走呢 你知道有一次我們在LA 我就生氣 我就把行李票刀刀 然後飛到就警察 是要罵妳嗎 對 我罵她 吵架 她真的就 她買飛機票就走了 對 就找她姐姐 可是她起碼知道 她知道我知道 所以你去哪裡 這只是吵架而已 對 不是搞消失 還好 因為她搞了幾天才回來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你應該不敢罵你太太吧 我有罵過一次 在馬路上 你罵什麼 在馬路上 罵英文還是罵中文 英文 在信義路上 怎麼了 我們有一次吵架 吵什麼我也忘記 看電影完 因為我們有 我們從頭 從認識到現在 我們都講過不行罵髒話 不行罵人 你可以罵說她做了什麼事 可是不行罵她 然後 我們也不行 就是有些髒話不行講 可是有一次我忘記了 也是非常火 然後我們在信義路上 就在打罵 兩個這樣罵來罵去 然後我就罵她 沒有 你說 因為我們不能罵 然後我就說 You acting like a 對 可是我一講 我就知道了 其實我一講我就後吻了 我一講 她轉頭 我也轉頭 她就上了計程車 她就走了 然後我就 我也不行上計程車 因為她先上 你知道嗎 她先叫計程車 我在她後面叫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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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 她怎麼辦 她就先上 然後我就先走 然後我就走 走掉 一走我就走到收人路 就右轉一走 我就走好久 沒有人走久 沒有趣點 對 後來一走一走走 其實我在想 其實我不應該這樣講 可是也是一口氣 然後她也氣 然後我就回家 她有好幾個鐘頭沒有回來 後來最後是怎麼和好 我也忘記 你氣到一上計程車要去哪裡 對啊 對啊 就開嘛 就開車 對啊 隨便去找朋友 或是就去 因為我上計程車 我家裡那邊很近 我一上坐車 一分鐘就下來 就到家了 很丟臉就走 就很丟臉 所以妳當時有記得說 不可以罵髒話 我有說過 就是她罵那一個字 妳也不會倒過來罵她 我不會 我不會講 我覺得妳講那句話 妳就沒有辦法收 對啊 那就是永遠都會記得 我永遠都會記得 她有罵那句話 所以現在是 我現在已經很久沒有在罵她 沒有 從那時候就沒有 就那一次了 那妳有叫她說妳出去嗎 叫她離開家這種 就是我們吵架現在就 因為結婚了這麼久 結婚婚這麼久 妳要去哪裡 其實她罵好玩 我們吵架的時候 是我會比較氣 然後我會想罵 就是會想把她講出來 她是那種不要跟你講話 她就要離開 她馬上就 我沒吵架 其實我們在一樓吵架 吵到一個程度我就會 好 停 我就會走到二樓 然後我就去玩電腦 然後她就二樓衝進來 繼續罵 我就到三樓 然後 三樓繼續罵 我又到一樓 她就是追著這樣子 我就罵一直講... 怎麼會這樣子 會啊 我覺得這樣子 我沒辦法接受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其實她也是 對不對 鄧輝 你沒想到 沒有 其實我 我不是真的 真的想生氣的再罵她 我都是無力的 可是我 因為別人這樣罵我 我覺得無所謂 那你都在裡面嗎 你在外面跟別人 不會…在家比較會 在外面比較 就不會 就不會 在家就自己人的時候 我就跟她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比較不修蝙蝠 是 馬國畢 你現在還在 維持婚後不出去喝酒這件事 對啊 要維持多久 沒有耶 現在就也沒什麼人找我喝酒 這一點我是可以幫她作證 就前幾天我跟白雲 我們拍完一個舞蹈 就是在貴節目 胖胖躺男孩 後來冰冰姐邀我們去表演 這幾個胖子去表演這樣子 你們在 你變職業了 你天天在跳舞 你們在康熙 對 胖胖躺被邀請去別的節目 對 而且現在還有很多尾牙在找 就是這個節目在播出的時候 冰冰姐看到 她只看了10分鐘 就打電話 搭我本人的手機給我 因為她在那個友台有做 要做一個新節目 她說玉琳好好玩喔 胖胖躺男孩 這是你們自己組的團體是不是 我說沒有… 這是康熙來的這個節目 設計的一個單元 她說 冰冰姐邀請你們來那個運營碼頭 幫我做一個活動表演好不好 所以我們 於是乎我們幾個人呢 就去 你跟張克帆和 對 還有馬國畢 還有白雲 少了NONO 我們去老師那邊也 告訴我 沒有 你沒有出來了嗎 你什麼話 我們就在魚人碼頭 將近2萬名觀眾面前 2萬名 胡扯的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有 連那個巴黎對岸的都算 有啦 因為那個那天是中秋節嘛 所以人山人海是必然的 OK 我們就表演了我們團體的那個 結果民眾反應怎麼樣 非常的熱烈 當天有我們有陳曉冬 陳曉冬 陳曉冬在我後面 我們一表演完以後 我們覺得很欣慰 是因為 原來他們是來看我們的 從什麼地方可以證明呢 我們一跳完以後 觀眾就閃光了 陳曉冬出來的時候 哇 馬國畢一定要跳什麼舞蹈 不是 不是 你要講我 你不要講我喝泉 怎麼講到表演那個地方 對 然後我說我要幫他做的 那是因為 那一天 剛剛那個我們都亂講的 那一天 那一天排完舞以後 那白雲 白雲就說 玉琳最近好憂鬱 他就講他前妻的事情 我說白雲哥讓我陪你喝兩杯 他說國畢走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喝 然後國畢就好像有點尷尬這樣子 我說國畢你幹嘛 你現在怎麼越來 自己越來 那種感覺越來越奇怪 越來越疏遠的感覺 然後他就幫他往後退 他說不行 他說我不能喝 他說他不能破戒 他說他對他老國有過承諾 他這一生這一次呢 他的生命就是屬於他老婆 對不對 真的講這種話出來 他是這樣講 這是他講的嗎 這是他講的 剛剛那句台詞是你講的 對 然後他就 他就 飛到 飛到 什麼 住的 人體 飛到嗎 沈玉琳 你是不是覺得你穿這個衣服 講故事更有活靈感 真的 而且我穿這件衣服 覺得今天妙語無知 馬國畢久恩嘻哈舞 卻纏遭眾人痛達 好 歡迎兩位請教授 加油 等一下 你是這樣演講一下嗎 對啊 這個要錄三天嗎 你 你 過來 過來 你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這一次他們兩個練舞的情景 我們有拍下來 然後播給大家看 經過一番討論之後 KIMIKO老師這一次打算 將馬國畢夫妻 打造成台版的JZ還有Beyonce 除了都是夫妻之外 我真的看不出來有哪些的共同點呢 一開始光是培養他們的默契 似乎就碰到了不小的問題 明明是性感的撫摸 怎麼變成有種在幫老公擦背的感覺呢 經過KIMIKO老師的訓練之後 沒想到馬國畢也可以跳得人模人樣了 看來他越來越有可能成為台版的JZO Beyonce 反觀台版的Beyonce 還似乎沒什麼順利的感覺呢 沒有舞蹈基礎的Joanne 跳起舞來 似乎真的有一定的難度呢 但經過一番苦練之後 Joanne也漸漸的進入狀況了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台版的JZ 還有Beyonce的精采表演 太太好像滿撐得起來的啊 我不想撐起來 我不想撐起來 他進步很多 他老婆還滿值得看的啊 太太太剛剛那些什麼東西 我只有一點點而已 你砍自己那招是什麼 砍四下 就是告訴大家 你跳過街舞嗎 你跳過舞嗎 我也很少跳舞 所以是誰叫你擺那個 討厭的樣子出來 因為JZ她是一個老舌界 JZ等一下因為關你什麼事情 所以我必須要有JZ上身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的戲份不多對不對 很少… 只有一點點而已 看一下 JZ看起來是很不自在對不對 讓她耍出那個 她是真的不會跳 沒有 一開始真的跳不下去 因為看到她就很想笑 根本就沒有辦法 就是有那種煽情的感覺 老師也說叫我認真 我就很認真表情 然後他們兩個就笑得很開心 對啊 所以我剛剛那個影片裡面 她是認真的 她是認真 這才可怕 是 因為她其實我想很久 為什麼會是這個造型跟這個舞 是因為真的沒有其他的造型 讓她看起來是有態度的 因為她整個是一個很 其實她 我覺得這排舞對她完全改觀 因為我在習慣排舞的時候 都會先了解他們兩個的個性 想說什麼東西最適合 結果我沒有想到就是這次排完舞 我覺得她真的是可以嫁的老公 是喔 對 就是 她是個好人 是個好男人 不只好人而已 所以我還滿驚訝 但就是因為太好了 所以她一點都沒有 沒有殺氣 對 沒有殺氣 沒有態度 所以想了很多方式 把她整個人逼出來 OK 對 所以那個後來Joanne有克服的那種 不好意思太性感的那個 我只能說我覺得她是我喝過 看過喝最多提升飲料的人 一直喝提升飲料 她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我不知道喝了多少提升飲料 是很累嗎還是 很累 因為我本來就很少運動的人 然後又要大甩頭啊 又生理期 對 然後我第一個八拍我就覺得 我已經快暈倒了 然後就要趕快喝那個 什麼…那種提升飲料 可是我覺得她頭髮如果用力甩一甩 應該就還可以滿 滿可以騙一下觀眾的 應該可以吧 好 歡迎兩位 請上場 加油 here y'all avier 阿跳 。 Martin 準備 準備 走 我要 I used to run bass like Juan Pierre Now I run the bass hi-hat in a snare I used to back girls like Birkin bags Now back B Boy you hurtin' that Brooklyn Bay where they birth me at Now be everywhere the nerve'll rack The audacity to have me with them curtains back Me and B she about to sting and stand back Babe Seem like everywhere I go I see you From your eyes I smile It's like I breathe you Helplessly I reminisce don't want to Compare nobody to you I try to catch myself but I'm out of control Just yet sickness is so appealing I can't let it go Know that I hate it all for you Cause everything I see is you And I don't want no substitute Baby I swear it's deja vu Know that I hate it all for you Cause everything I see is you And I don't want no substitute Baby I swear it's deja vu Wu Let's go Woo Wu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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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that ending is gonna... 能不能解釋一下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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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個要練雙貼嗎 KIMIKO 他們有一起跳我嗎 你們從頭到尾沒有一起跳 他們是free style 他躺在雨下 然後你背對他 然後再站了一分鐘 我看 我看一次就可以了 音樂 來給他 好 好 我要結尾打屁股那個 結尾打屁股 換你老婆了啦 換老婆了 換老婆了 換女生了 對 對 好 好 好 打屁股 打屁股塊 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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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雙肥 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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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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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 還怎麼辦 好厲害 他們在比較入戲 好熱喔 這個要練嗎 這個要練3T了嗎 怎麼辦 待會兒換你們來跳 我們也來跳 我真的不是很懂馬國畢他們在跳的時候 為什麼有一種到後來慢慢僵持 我跟他們都很像發一條玩具 最後沒剝好 他在打完 他還要剝好 太合不到了 你後面什麼意思 你是不好意思打他是不是 你到底是要打還是不要打 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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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要等他的節奏才打 不是 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這樣 就真的打下去 其實也應該 應該後面他一直打也比較好笑 你是不是很不好意思 比較好笑 就 對啊 我覺得是你的責任 因為他看不到你 是你在打他的 你就打就對了 你在猶豫什麼 因為久安 久安的腰好像也上不去 因為久安要站到自己他這樣 你又想躲太多 那個小表情 他覺得 那個搖頭他打屁股的時候 他還在關 完全了 後來沒有關掉 所以 你那個最後到底知道他會幹嘛 其實他就是 是一個態度的東西 因為其實像他們兩個 就像我們剛剛講 他們兩個真的是 國畢比較有節奏感 可是久安是第一次跳 第一次表演 所以他光是記動作 然後還有體力負荷的問題 已經把他整個人都 忙到焦頭爛額了 所以 國畢其實要幫他數拍子 所以我們其實從頭到尾 而且我要先說 你剛剛根本沒有在拍子上 每一個都可以賣 他臨時表演 他練了三天 對不起 他浪費你的 他浪費那個老師三天的時間 沒有 不要瞧不起他 因為真的就是 完全沒有節奏感跟舞感的人 你光是用他那個 那個YOU我們喬那個角度 也喬為什麼三天 因為這樣是這個YOU 大概喬了一小時 因為我一開始是這樣子擺帳 他說這樣不好看 沒有王的感覺 一部那種很屌很厲害的就是那種 有 他有態度 有態度的 跟他通常的那個 那種感覺完全不一樣 人不一樣 因為其實為什麼會讓他這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某方面 如果他兇起來的時候 他有一種 有一點HIPHOP的那種態度出來 而且樣子 那他在當中一隻大聲鼠牌 是妳教他這樣做的嗎 對 我就教他大聲鼠 因為其實他 所以我說他是好男人 因為其實他給久遠很多的安全感 對 而且他甚至就是為了陪他 他男的女的舞步他都學 OK 很厲害 不是我在跳女生的舞步 從頭到尾都是兩張椅子 然後就把我搶過去 然後跳給他老婆看 所以其實 他是男生女生舞步都學以後 回去教老婆 然後又練自己的舞步跟動作 所以這次我就對他很感激 所以我們要用念在真情的這個部分 不是用一個真愛的態度 互相扶持的心情 有 他們有做到就是 其實表演最重要就是兩個人 可是他們還是有一種 彼此好像很不好意思 碰對方身體的感覺 有一點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他們兩個其實彼此之間還有火花 因為他們兩個在互視 互相看的時候 有柔軟的感覺 還是會有小 而且我有問久恩久路 久恩說她看她 還是會有小鹿亂撞 真的嗎 厲害喔 那老師妳有叫她打下去嗎 有 其實 其實就是那我可以做嗎 因為實在是 怎麼樣呢 她那個其實是男生的那個態度 所以 我那時候叫鼓勵做的時候 對 今天 今天你看男生其實要這個位子 我在叫的時候 所以我是叫她touch 啪 這樣子的感覺 對 妳有做到嗎 對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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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聊 老師要聊 要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是 就是 特臉 特臉 男生對女生也要痛 所以應該有點野一點 對 這個位子 這個位子摸下來 然後 你不要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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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力科 智力詠賢 稍打無誤的滿同彩 因為我很緊張 我一直跟老師說 反正我們就是要一直排 還是練一次練 然後就跟競爵說 什麼通告都不要接 還是練一次 好厲害 沒有 根本是專業舞者 哪有 哪有 我真的不用看了 是沈憶寧那一集 好 好 嗚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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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光是那個打屁股 其實四個男生不一樣出來的話 很容易就是變得有一點色老頭 或是太 對不對 所以年齡層就是 完全會是不一樣的表演 所以光是他連摸久恩 而且不能讓他的衣服被他扯下來 所以他們其實扯很久是讓 讓他們花很多時間在 讓他們兩個看起來 以完全不會跳舞的人來講的話 做出最安全的表演 所以久恩剛才那樣子練習後 妳現在有比較勇於展示 妳的性感了嗎 還是會有點害羞 妳在家裡會 還是會不好意思挑逗他是不是 從來不會 都是他挑逗我的 我會洗完澡 然後就穿那個絲襪 然後我 然後進來跳跳舞 給他看 他很會跳燕舞 是喔 穿絲襪 沒有到這麼誇張 但是他就是會磨就是 模仿 可能就是圍個浴巾 然後出來就跳 然後 然後磨這個 對 磨下來 這個我想看 下次我幫你看 所以馬國畢 你剛才看到太太這樣就是 終於敢耍性感的時候 你有很高興嗎 在學這個舞的時候 一開始還滿…就是滿擔心的 因為他是完全 完全沒有舞蹈基礎 可是看他就是一直在進步 我就覺得還滿開心的 OK 至少他願意這樣做 好啊 希望有增加你們夫妻情趣 好 接下來是 李永賢跟Alex練舞的片段 不愧是有舞蹈抵著李永賢 一進到舞蹈教室 就自動自發的做起 超專業的拉筋動作 甚至還帶著艾力克斯一起熱身 由此可見 夫妻兩個人的感情 真的有夠好力 雖然兩人都曾經跳過國標舞 但是從來沒跳過Salsa 所以也只能同基本動作練習囉 配上音樂之後 夫妻倆還真的跳得有模有樣的 看來基本動作 一點都難不到他們呢 一 二 三 沒想到看似簡單的動作 盡量讓他們愛力克斯的夫妻 嘗到了苦頭 在經過一番苦練之後 是否可以順利克服兩關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厲害 林永賢就是很會跳啊 他很喜歡跳舞 我看到Alex好心酸喔 一開始在他腳裡的腳 他在坐下腰的時候 他好累喔 對 你很硬耶 我真的很硬啊 我非常非常硬 他很硬 你應該很辛苦吧 這一次 我覺得跳舞隊友來講是很辛苦 很辛苦耶 我全身都是OK的 其實我講到跳舞會有點怕 是 所以你有危險動作在裡面嗎 有 兩個 兩個比較難一點的 可是看起來練舞過程中 已經克服了 我覺得 反正就是要練 假如我練不下去 我會被他罵 因為這是他的專長 他一開始拿這個棍子是 那是因為我一直在動 要維持雙手 因為男生 所以我知道為什麼永賢會生氣 因為在Salsa裡面 男生很重要 他是Leader 所以如果那個男生沒有力氣的話 女生在跳Salsa 事實際上會非常辛苦 等於一個人跳舞 所以你懂了是不是 現在 還好 還好 可是看完今天前面兩隊 我還越來越好 他真的 我沒想到他這兩天以內 就可以把一個舞蹈練好 他真的有練到 所以這一次有 太好了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我們第一次有練國標舞 那是我第一次 我練了差不多十幾次 對 那是六年前 對 因為我很緊張 我一直跟老師說 反正我們就是要一直排 一直練 一直練 然後就跟經紀人說 什麼通告都不要接 反正每一天要去練 然後這次買零食的 兩天我有點怕 是 至少你的外型 觀眾看來會比較開心 對 那我們就不要跳 所以我就跟他說 Salsa 你就是忘記什麼動手 你就擺帥的姿勢 然後你就扭 對 你就看我就跟妳這樣 講什麼 好 李永賢 對了 你iseen的感覺 好 好 我來給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我們還是覺得你們那個好了 剛剛那個也太厲害了吧 那個腳跨上去那一... 你怎麼突然轉他 然後變另外一個那個 你那怎麼弄呢 就是 那個就是最後 老師昨天放進去的 因為他除了那個結尾一定要做的 很精采 要有一個Trick 因為他說前面燒色 就是扭來扭去 扭來去 只要一起到最後要有一點 BOOM的感覺 所以本來是要 他本來要我丟他三圈的 可是丟不上去 三圈 你作為背景不錯 對 就是因為 因為它很亮 然後你就躲在那邊還 其實老師也跟我講 老師就說 那個李老師David就跟我說 假如你要忘記的話 你就後面擺姿勢 沒關係 因為大家在看永鮮 沒有人在看 因為老婆跳太好 但是我們偶爾余光瞄到你 你至少就還是蠻帥的 站在那邊 因為近距離看Alex 其實他很僵硬 可是他起碼就是撐得住那個場面 在鏡頭前 我覺得他們兩個有個好處 就是他們兩個身體很自在 不管跳得好不好 起碼是很開心 特別是像剛剛 因為很多手的動作的話 Alex不知道 可是他的臉 他那個把永鮮拉進來 額頭就貼他那個感覺 就很像拉丁電影裡面那個畫面 很甜蜜 就很漂亮 謝謝老師 然後妳很厲害 沒有 根本就專業舞者 哪有 沒有 我以前就從小就是睡舞蹈的 可是沒有學國標 後來是進了演藝圈 就是有幾次活動或是節目 有機會可以學 我覺得真正 不用看的是沈玉玲那一組 好 謝謝 沈玉玲 芽芽 首度常識國標舞 小班全場 所以有快有慢嗎 有慢變快的時候呢 一定會嚇死大家 要讓他快的離奇 真的 對 對 對 好 我們讓他看不看 真的太離奇了 太離奇了 你們有聽到的是同一支舞嗎 為什麼添手完全沒有演 後來是金額演藝圈 就是有幾次活動或是節目 有機會可以學 我覺得真正不用看的是 沈玉玲那一次 妳在她跟後面跳歌 很像瘋子一樣 這麼國際化 幫我們安排在後面一定有道理的 因為製作單位排練的時候 有看到我們 也有看到他們 所以他們會做這樣安排 可是我們是有困難度 那個丟不簡單 然後永賢 永賢 體質比較大一點 妳在說什麼 剛剛永賢下來想一下 妳在說什麼 體質比較大 像假如是丟兩個很簡單 假如有丟 他我可以丟一整圈 應該一圈沒有 其實應該是要丟360度 可是我就 對 它只能接到180 可是已經超厲害 要不要我再轉一轉 我不要 你剛剛有一招 你扛他扛得太吃力 就是他本來下來 你要把他這樣舉起來 你那邊有動作 所以我跟你講 就是那一次他踩到我的頭髮 然後用力拉起來 我都踩他 所以我現在都很故意要很遠 然後我怕他這邊踩到會有點窮 因為那邊就是你有 這樣子的感覺 就好像女生有多重 那邊比較有過分 對 應該是輕輕的拉起來 不過整個安排很棒 泰國際化 我們老師很厲害 對 Keyber老師很厲害 謝謝 我們為什麼把沈玉琳 拍在你們後面 就是因為 如果你們跳完以後 然後節目夠長了 那就剛好這樣 沒有 可是因為玉琳哥的舞蹈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老師 我們同一個老師 同一個老師 怎麼能夠忍受你們兩個 對 我們同一個老師 然後我們第一天去練的時候 我們沒有看到玉琳哥 是我們練完 他們玉琳哥都會不會來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遇到 是第二天早上 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 碰到 後來 你們來說 超精采的 你們來說我在練對不對 超高難度的 我在那邊邊踢的時候 我看阿力哥就臉綠了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緊張 對 他們會緊張 因為他覺得 我們的實力相當 所以 對 有 有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看完我們還要回去 對 我們要幫節目做起來 超厲害的 對 高難度 高難度的 既然他們幫你們背書的話 那就我們勉強那個 OK 我們先看一下你們練舞的片段 OK 對 對於舞蹈以竅不同的玉琳哥 舞蹈老師到底會安排他 什麼樣子的無風呢 自然體力好得不得了的玉琳哥 面對老師的安排 各種國標舞的動作 又有辦法順利完成 把它學起來嗎 對 練了幾次之後 玉琳哥似乎已經漸入佳境 不管怎麼樣的動作 都可以順利的完成 真的是豪塞蕾啊 好 OK 好 這戲還可以彎一點 對 OK 玉琳哥可以讓他下一點嗎 OK 你可以看鏡頭嗎 我看鏡頭 對 很容易去看他的鼓勾 練習的時候也不忘調情 玉琳哥真不愧是清場浪子 開玩笑歸開玩笑 但是一旦搭配上 鐵達尼號的音樂之後 哇 神玉琳夫妻 馬上變成了傑克跟羅斯一樣 超不浪漫啊 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 他們現場的演出 好 可怕了吧 這滿可怕的 我們就是只看PCR 不是啦 沒有 剛剛有以後穿上來幹嘛 有沒有很像是電池沒有電 對 一直有一種 你就是很不想舉他的感覺 那個練習 稍微比劃一下就好 所以有快有慢嗎 不會都是像影片中那麼慢的 那個是一個暖場 有慢變快的時候呢 那個快就離奇 真的 真的 因為你跟我騙你不要再講了 真的啦 他會越來越期待了 轉圈那個真的要小心啦 會 我有注意 好 神玉琳還有芽芽 謝謝 加油 加油 祝妳 You're here There's nothing I fear And I know Fill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You're here Jumpin', joggin', swingin', radio I love that crazy rhythm Like a playback in 45 I got a big credit for 78s And I spin them every night And I switch on my phone System With my speakers low I dig the sound In my swingin' ring You're here Jumpin', joggin', swingin' Oh, ho, ho, ho Yay! Woo-hoo! Woo-hoo! Wow! I got that green one, I got that green one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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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Voux, S.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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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實在太離奇了 我看不看 歌實在太離奇了 這血好像痛喔 好痛… 妳好屁屁 我看不看 你們倆跳的是同一支舞嗎 為什麼節奏完全不一樣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支會拚 很拚 我差點在這個舞台上會遜子 而且他根本不在 我老婆在幹嘛 他完全沒有看 他要往前走 他好拚喔 那感覺好像摩托車壞掉 冷靜的車 我看到他的女生 沒有啦 因為捷舞的一個重要原則是 你沒有自己叫做捷舞 你憑什麼講捷舞的原則 重嘴 從明天開始沒有人跳捷舞 你知道嗎 沒有人跳 跳成全部停止 他從第一個動作 就差點給他疊死 你從頭嚇到這個聲音 他反過來的時候 兩個差點跌倒 而且他老婆 轉圈是讓你把你眼鏡打飛 你抱著他下腰的時候 你快要站不住了 因為他太彎了啦 你要跟著下去 差不多就可以嘛 你快要站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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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旋轉好幾次 他都完成了耶 對啊 這實在好奇怪喔 沒有 在特技的部分都是有完成的 有完成… 我第一次在一個表演 可以看到不離不棄的感覺 沒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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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模仿不簡單 真的啊 太奇怪了 因為可以真的就是 其實他們兩個真的是 不會跳的人 所以像剛剛Alex說 他要抬芽芽 其實反而更難 因為芽芽不會自己hold力道 所以其實玉琳哥是真的hold不住他 然後我突然覺得 你怎麼敢跟玉琳哥一起表演 妳有沒有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芽芽不是要往後退嗎 對 芽芽有點忽穩了 她死不死 我看不懂的 而且因為照理說捷舞 他們還是要有點近距離 可是芽芽不敢靠近他 因為你知道 他會這樣 對嗎 因為我們David老師跟我講說 動作忌不得 你就把動作誇張 誇大 因為捷舞是一種歡樂快樂的感覺 他隨時就是永遠就這樣 砰砰跳跳的感覺 你已經變一個凶器 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我昨天看的時候 跟今天也不一樣 因為他練舞的時候 他真的是還滿放鬆的 今天他剛剛是 這個是捷復力氣 其實還滿感人的 可是他老婆也在旁邊 幾個那種 殭屍復活的動作 你有沒有看到了嗎 我覺得沈玉琳太詳細 我沒有控告 他老婆也滿驚人的 你知道嗎 他今天這表演非常像那種惡搞 就是經典舞蹈電影裡面 會出現的橋段 可是說真的 還不錯 我知道 有一種 有一種垂死的感覺 有如何就是表演要盡力拚命的感覺 是 所以你幹嘛這一次 比上次跳那個肌舞的時候 拚這麼多啊 沒有 因為我覺得說 那個...大家在認為說 我們是舞癡 不會跳舞 那我想說 那人生都是一個不斷的挑戰跟成長 真的 那David老師昨天一直鼓勵我們說 妳氣虛了 妳現在 很累喔 對 她一直鼓勵我們說 不管怎麼樣就是好好的學 當做一種人生的一個 自我的一種成長跟挑戰 所以雅雅妳有沒有很感動 她完成那些高難度動作 有 我沒有跌倒 對啊 沒有跌倒 而且她旋轉妳的時候 其實轉得還不錯耶 妳那時候有很害怕嗎 沒有... 因為老師就說不要怕 如果我怕的話 她就會不敢轉 可是她剛剛真的要跌倒 第一個動作 對 對 劉琳哥還好 劉琳哥在拉第一個的時候 有些隻腳已經兩肚浮起來了 對 真的好擔心喔 對 所以她已經要跌倒 那邊妳也不怕嗎 不過妳是不是第一次 被她這樣子抱起來旋轉 對 好不好玩 還滿好玩的 老師轉我的時候更跨 我就這樣 老師給她轉完以後 因為她還裝起來放什麼 妳喜歡老師喔 沒有 就是被被男人抱 那妳抱她旋轉的時候 妳有覺得夫妻的甜蜜嗎 就妳有覺得保她轉 她抱得好高喔 對啊 她抱把臉放在肚子裡面這樣轉 而且那第一個 妳非常不是抱在這裡嗎 可以看 妳可以把她抱在 臉埋在肚子裡面這樣轉耶 她就是真的很用力 她每天是不是很用力 老實講 很少人看抱這麼高 結婚以來 因為夫妻其實不太會 因為畢竟不是在拍戲 所以很少有機會的時候 可以這樣抱出過婚禮那一天 好 所以這幾天的練習 跟今天的錄影 讓我們重溫婚禮那一天 抱起來的感覺 這感覺很甜蜜 對 而且今天小樹看到妳這麼 把生命的魚 魚裡都炸出來的感覺 妳在忍燒 我想 我想先倒杯回去睡個午覺 妳這樣不行嗎 妳這樣不行嗎 妳這樣後面是有點痛 真的有 有 好 非常謝謝精采的表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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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